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異變,我是老頭Ottoman 沒想到,覺得我們會回來方舟異變喔 因為呢,老頭呢,在網路上抓了一些模組下來,玩了一下 發掘這個東西其實蠻有趣的,所以說呢 就直接又回來了方舟異變喔 所以說,今天這個方舟異變基本上也是模組的東西啦 這個模組有點像是神奇寶貝工作台喔 它上面這邊寫說恐龍工作台的意思吧,大概啦 然後呢,這個其實蠻特別的 然後,它需要電力 好不好,它需要電力 那先跟各位看一下工作台裡面長什麼樣子 它這邊呢,會有這個恐龍升級的硬幣 以及恐龍克龍體複製的硬幣 這兩個呢,很屌,超級屌 這待會再跟你們說 以及這個藥水呢 藥水就是可以讓你的恐龍補血 應該是補滿的意思吧 那這一個呢,是 好像是可以再次讓你的恐龍 馬上做交配的動作 因為不是有些恐龍 它就是在交配的過程中,交配結束 它不是會有一段期間無法繼續交配吧 你給它吃這個,它馬上就可以再進行交配了 強制配種 因為不是很多恐龍或者是什麼 生下小baby都需要休養一段時間 比如說做月子有沒有 不用 你吃這個 你月子都不用做了 馬上可以再接種 感覺好可憐喔 然後這個呢 不用講了 一看就知道了 一個到箭頭的符號 就是重置你恐龍的點數 這個超好用的耶 這個好用到我都覺得 裝這個模組絕對CP值絕對夠 因為有時候你移動速度點過頭 用這個藥水 可以就是補足一些缺汗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 以前最早我在玩的時候 阿根廷點到三四百的跑速 你知道那根本是很難操作 玩到快吐了 會頭暈啦 這時候就用這個 給他刻下去 重置所有的恐龍點數 超讚的 他這邊翻譯是怎樣 造成無敵的傷害 50秒 我們試試看就知道了阿 三四八二 有這麼高嗎 其實我自己不是很清楚 三四八二 三四八二 好 讓我們看一下我們護盾結束之後 打多少 增加50%傷害喔 可是他上面寫一個盾 真的耶 增加50%的傷害耶 那應該就要用一把劍的意思阿 你用一個盾是什麼意思 哈哈 你用一個盾會讓人家誤會以為是 吸收50%的傷害 這個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恐龍直接死亡 那上面這些材料 就是你們自己要去收集喔 我就不方便多說了 然後呢 這個就是讓你的恐龍瞬間肚子餓 這個應該馴服恐龍的過程 應該也是可以直接餵阿 就是讓恐龍暈倒之後餵他 他就馬上肚子餓 好 Hungering Hungering的藥水 這個呢 就是性轉 性轉藥水 好死不死 你有兩隻恐龍 兩隻都是公的 你也總不可能讓他們同性生小孩吧 不可能吧 所以說就餵其中一隻恐龍 他就會變成母的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呢 就比較稍微有一點爭議了 因為其實我有問別人 有點看不太懂他的意思 不過他的意思大概是講說 可以轉換成說 跑步速度變快 然後 落地不會受傷的意思吧 增加你的跑速落地也不會受傷 如果有錯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更正一下 說真的其實 我也看不太懂他的意思是什麼阿 還有這個DNA這個 萃取 DNA萃取要怎麼使用呢 你們會跟他們說 老頭為什麼這硬幣上面有寫DNA一千 恐龍DNA死 這到底要怎麼獲得 來這邊老頭教你 他需要遇到野生的 但是呢必須要先急 應該是說要急暈他們才行 我順便找一隻好不好 我們一般 我們自己的恐龍可不可以阿 我幫我們迅猛龍 幫我們迅猛龍用暈好了 我們自己恐龍有沒有辦法阿 因為很奇怪 很神...很奇怪的是 他對自己的恐龍沒有效 那對我們自己的一般的恐龍 有沒有辦法獲得 我的DNA在這裡 我強烈建議各位 把自己的這個DNA全部都摊開來 一隻一隻白 因為呢你給他吃下去他會有CD時間 一隻一隻白就不會有CD時間了 好不好 自己加恐龍沒有用 那我們只能去抓野生的 像這隻羊 別跑阿羊哥 我以為他死還好 他是暈倒了 你看像這個羊哥 羊哥不能開寶貝阿 不是寶貝 不能開背包嗎 我在說什麼 寶貝背包 傻傻分不清楚 好啦就你了好不好 你知道 這傢伙呢 暈倒之後呢 給他一個 按下E 就獲取DNA了 如果你是複數的話呢 就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倒數3600秒 你絕對不會想要等這麼久吧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一個 不是你啦 走開啦 最快一個方法 不是我講錯了 更正 是每一隻獲取的時間 獲取一次之後 只能獲得一次的DNA 剩下的時間要過3600秒才行 如果你還要繼續強制獲取 就要等3600秒 但是我覺得這太慢了 不如就是 你找這種等級比較弱的 都暈一次 再把DNA丟進去 然後獲得再拿回來 然後看到前面又有嘟嘟了 有沒有 把他弄暈 弄暈了之後呢 再獲取 各種獲取有沒有 我沒有拿到 那邊有恐龍勾過來了 我們趕快跑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這麼的簡單 獲取DNA的方法 就是一直不斷的讓恐龍睡著 然後睡著又不抓他 折磨他 有沒有 強制交配他 大量的折磨 有沒有 好不好 那這就是稍微這個神奇寶貝工作台的一個介紹 然後呢 重頭戲來了 這個硬幣呢 需要的量其實要非常的多 老頭稍微委託一下哥們把他弄出來一下 好的 我們現在的硬幣非常的多了 我們這邊有30個金色硬幣跟銀色硬幣 那這個硬幣呢 方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現在身上也做了神奇寶貝球了 神奇寶貝球的材料大家在這邊 你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我們先以這個為基準點好了 好 比如說呢 我們要讓他 進入神奇寶貝球 就把他放進去按1 他就會消失了 就會變成一顆神奇寶貝球了 有沒有 變成一顆神奇寶貝球 有時候他外觀是亮的 亮的之後 我們呢 可以在這邊 對他進行 回復 克隆複製 就意思是說 多一隻新的 一模一樣的 克隆體 就對了 你看喔 按一下 多一隻出來了 克隆體 然後你就會 你想要複製幾隻 就要幾隻 這超方便的 有沒有 克隆硬幣一直狂按 就就就就就 一堆就這樣生出來了 然後呢 複製完吃完 之後就會變這個樣子 我那隻跑哪裡去了 哈囉 我另外一隻 星 星 星尾獸不見了 好吧 沒關係 我把我們的 我沒有帶出來 我把他放出來好了 好 等一下 其實我還蠻好奇的 都在我身上了 兩隻克隆體在身上 這克隆體可不可以再複製一次 可以耶 克隆體複製克隆體 那這樣子 就不知道誰是誰了啊 三隻超多的有沒有 你要幾隻就幾隻 沒問題的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很屌的用途就是 你點著他有沒有 看他下面有沒有這個 up什麼的 點進去 看見了沒有 全部都是樹脂 全部都是恐龍的樹脂 有看見了沒有 點進去 全部恐龍的樹脂 你要點生命有沒有 就會耗掉這個銀色的金幣 最最最屌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最屌的是他可以點硬痕 我們的硬痕通常都是要 在孵化過程讓他生長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提升硬痕 就是陪他抱抱啊 抱抱他為他吃東西提升硬痕 不用 你直接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讓他硬痕馬上就一百 好不好 帶出來看一下 絕對有差 來 這是我們剛剛那隻馬 我們看一下他的硬痕 硬痕30的有沒有 流痕阿 不是硬痕阿 我在說啥 流痕30的 這真的很屌 我看到他可以提升流痕 我真的覺得超屌的 屌到一個不行 好不好 這個超好用的啦 我覺得你們就可以稍微試試看 哪天你們要什麼 國王阿 那個什麼 我們的 死神國王 複製克隆體大軍 沒有問題 硬幣準備多一點 你要多少有多少 就這麼的屌 現在終於可以完成我的夢想了 好不好 我們這隻呢 流痕度沒有辦法把它點到滿 這一次我們終於 咱們終於 可以把這個流痕度給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然後身上東西太多了 丟一下 把它點到百分之百 那個起死數值應該會非常的厲害阿 應該會非常OP喔 好 我們再把它放出來 我們咬看看傷害多少喔 我咬下去一下4300 咬下去一次4300實在是太誇張了吧 這個就是有差別阿 你看這個血量 五千 不是 攻擊五千五 血量兩萬三 流痕度100% 跟剛剛的攻擊天差地北支援阿 我的天阿 這真的很好用阿 我蠻推薦大家使用這個模組的 好不好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這個模組在哪裡呢 我會把這個我們的連結 放在這個說明 影片說明欄裡面 你們自己去找吧 或者是在影片的留言區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介紹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跟喜歡的話 下小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再見面啦 掰掰 來吧 是